大便陸客走出敦南成品 来到台北不少游客都爱来这逛逛 因为这被CNN评选为世界最酷的书店 不过现在却传出敦南成品 可能熄灯让不少民众觉得可惜 那很可惜 因为成品已经那么久了 大家都已经很习惯了 这是一个台北的指标 大家想到成品 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敦南成品 成品位在的这栋敦南金融大楼 物龄32年是一栋地上12层 地下5层的商业大楼 2015年已经核准都根 而这里最早是国泰菜家的KiGetsu 当年蔡陈南希望将大楼 作为蔡佳人的精神地标 因此建材特别讲究 以耐用的食材为主 不过就在1985年爆发时性风暴后 在1986年大楼遭拍卖 被新旺人寿给标下 最后是在2013年才又回到蔡佳人手上 因为现在目前它基地 大概就1400多坪了 像对面的元大博越 大概基地大概470几坪 以现在目前台北市来讲 一带能够过500坪的基地 已经很稀有了 却要借大楼都根后 准备新建地上26层 地下7层的富尔市商业大楼 主要作为五星级旅馆使用 预估更新后 价值至少超过200亿元 对是否即将停止营业 成品尚未作出回应 24小时经营形态的成品敦南店 恐将走入令史 也引发关注 接下来我们的张拍 台北不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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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